我马上就到 我亲家的孩子绝不能流落在外 陈先生保大保小必须要做责任的 两个我都不要 你是什么 因为阿宇是我的男朋友 是我让阿宇追你的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娶你呢 只是为了帮我夺回乔氏起义 他说的是真的 不要那种眼神看着 杨说的没错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夺回你所有的财政 至于你肚子里面有孽种 肯定不耐用 否则董事会那把老东西 一定想方设法让他当技术 我可不能忘了这个 你不是 他不也是你的孩子 对了 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我 九个月前你在丹凤白落后 最后跟你睡的根本就不是阿宇 是我把你灌最后卖给了一个小白脸 卖了一百万呢 小时 你不是 小时 电灵起了气度你必须马上想 让开 找什么 等死吧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走吧 晴云 这辈子爱上你是我的错 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再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 不论有什么办法 都要救下他 是 九爷 九爷 孩子生出来了 只不过追上了 气宝不散 需要死去 救活他 不然你们医院别开了 是 紫萧 我去看看孩子 你在这守着 好 宝贝 妈妈一定会跑过来 难道是 琴云和乔士雅又回来了 九爷 听着你轮跑 给我找 决定三尺也要找到他 僵尸 我乔士雅回来了 琴云 乔士雅 七年前我说的 都会脱落 妈妈 妈妈 你可算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 亲爱的 我跟你说 那些人不知道 从哪儿得到你要回国的消息 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这么多人 嗯 琴云 该不会有一大把 其他人都知道难话吧 冤枉啊 那我姐妹是全球顶尖的脑课专家 乔士零医生 她们排队找你 困病不是应该的吗 好了好了 辛苦了 六公斤 乔士雅 拜拜 谢谢宝贝 琴云你好苦腿哟 你说什么 琴云你在这我家 乔士零也有裤子啊 那你快去 我给你妈在这等你啊 乔士雅 居然没死 难道是色诱了医生捡了一条命 哈 跟你妈一个德行 红妹子一个 就会勾引男人 乔士雅 你在乎叫难辞 我不介意 教你怎么做事 呀 别跟昂藏的拉姐姐姐 我们还得等乔瑟琳医生 要是被他看到了 便进身下的 乔瑟琳医生 看着你这七年混的不怎么样 连大名鼎鼎的乔瑟琳医生 他呀 跟你姐一样 虎包子一个 乔瑟琳医生 医术高超 只要阿宇 请到了乔瑟琳医生 给秦老爷子治病 那他在秦家的地位 就会扶摇指上 等秦老爷子 定继承人的时候 那他 就有可能赢了秦玉成 得到整个秦家 而我们 就是你永远都无法 及其的存在 你们秦家 能请得起乔瑟琳医生吗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说大话 面的最后打破了 一个贱人 几年不见 嘴皮子倒是厉害 看我不撕了你的脸 乔瑟琳 居然敢打我 乔瑟琳 七年前的账目还没算清楚 这一巴掌 只是利息 你看我不撕了你个白脸 化妆脸 酒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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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您是不是为了小泽来请乔瑟琳医生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个苏珊瑜 他是乔瑟琳医生在国内带来 酒银是你这个私生子配叫的吗 叫酒银 把他带走 你们想干什么 酒银 都是这个女人从重做梗 不怀好意 不然 我们早就请到乔瑟琳医生了 你在阻碍我们勤家办事 这人 也看去不好着 不行 我得在习爸爸回来之前 把这人骗走 我知道乔瑟琳医生的家了 放不嘘嘘 我跟你走 你知道乔瑟琳医生的下来 你少吹牛了你 你一个香巴老你才知道 最好没有骗我 带走 不用 我自己走 慢慢 告诉我乔瑟琳在哪 我就放你们走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绑架的 如果不告诉我乔瑟琳在哪的话 我保证 这会变成一场真正的绑架 我劝你别白费心思 乔瑟琳必须有规矩 第一条 就是不依你秦家人 我倒要看看 你的命攥在我手上 救死扶生的乔瑟琳医生 依不依秦家人 帮我出去 喂 被关到这儿的铺对方 也没办法联系细吧 芯宝宝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一块也是谁呀 醋山也去哪儿了 你一定被吓坏了吧 都吓得不得说话了 妈妈 妈 你是我妈妈 不要呢 小傻子 連媽媽都不認識啊 原來爸爸沒有騙了 爸爸真的把我媽媽找回來了 什麼爸爸呀 看來你真的被嚇壞了 今天是媽媽 媽媽 那個女人 到底是誰 好了九爺那個女人不見了還帶走了小少爺什麼 一群人連孩子都看不住嗎 把林子香叫回來一起找找不到你們都給我滾 誰 小少爺可算找了你了 不認識你 九爺快擔心一下我們快回去吧 我的媽媽 可別再聽你媽媽了 那是你爸的經濟啊 秦希泽你膽子是越來越大 壞蛋你壞我媽 九爺 別生氣 小少爺他是在外面受了驚嚇 您別怪他 清醒 我看他精神的很 待會就關起來 小澤對今天狀態有點不太對 要不要找個醫生看看 何況 林家子本來就是這個遺傳 我讓你來 不是讓你教我怎麼養孩子的 那個喬斯林醫生靠不靠得住 我看秦沐宇也在找他 他找的人我不放心 放心吧 他還沒有那個本事能售賣喬斯林 來 先幫我辦件事 喬斯曼 是瑪麗醫學院高材生啊 你相好 這個女人跟喬斯林有關 你想個辦法讓貨家醫院請她過去當腦科醫生 可是他是心臟科 但是喬斯林學的可是腦科呀 你去懷疑 行 我去找那個婚姻吧 只要你提對要求 他不會說半個不辭 喬斯曼呢 喬斯曼呢 我以為 柳爺把你裝麻袋丟姜裡了呢 走開 就憑你 也配來這麼高級的樓盤 這小姐 請你說話尊重一些 喬斯曼是我們重要的客戶 他已經預定了我們吸取 一億八千萬的別墅 就他 喬斯曼 你可真能裝 喬斯曼的財產你一毛錢都沒拿到 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就是 喬斯曼 你敢打賭嗎 就賭 你凱里又沒有這麼多錢 是嗎 那如果你說了呢 你不是基於我們喬家財產很久了嗎 我不用了 喬家老人 我給你 好了 第四句吧 簽字吧 什麼 不敢了 不管也是關系 畢竟 縮縮和烏龜也不是一次 千九千 如果你說了 就爬在地上給我學狗叫 爬出張語 啊 一言為定 就叫我學生 小姐您的卡 還裝呀 演技可真好啊 一會學狗爬 覺得不像 不要給我重新查呀 這是至尊黑卡 全球景現實章卡內 魚兒二十億分次消費 你八千萬 這不可能 你胡說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乔士曼请来的演员吗 刘先生 我给你双倍的价格 你现在就给我拆穿它 现在是 双倍不行 三倍 乔士曼绝对不可能有二批 更不可能有至尊黑卡 你拜託愿我就叫保安了 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 叫人拿房产证 还是说 一经一经 那是我们乔家的老人 凭什么要给你啊 白只黑自行 清清楚楚 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那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 搬上法庭了 别得意太早了 别忘了你可得罪了九哥 就凭这一点 在江云区就混不下去 就是 你们敢把房子卖 一个得罪九哥的人 就无法我九哥怪罪了 你好 是乔士曼小子 我是秦九爷的特助林子香 乔士曼 你完蛋了 这位可是我九哥至交好友 他最幸福的 他一定是来找你心诗问罪 对乔小姐放尊重地 有爷让我来请乔小姐到圣比德医院认识 什么 他可是得罪了我九哥 我家怎么敢用他 我可没有听说过乔小姐得罪过他 还有 别叫他九哥 免得当了他的名字 圣比德医院 可是全国最优秀的医院 能进去的人 就能一毛 就凭你这个土包子 你也能去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了 记得准备好乔家老宅的药师和房产证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学的是心脏科不是脑科 乔小姐是圣马利亚医学院的高材生 就算是学 你也学得明白 对了 乔小姐还精通俏所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呀 够奖了 秦先生不也精通绑架和追踪吗 乔小姐果然聪明 你想要查到什么吗 最终软筋啊 别搞砸了 好 我若真想绑架你的话 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里吗 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不行 我现在若出手救他 以秦玉晨的聪明程度 必然猜到我就是乔瑟琳 是不是究竟好发了 我去联系会议 那个医学天才 年仅24岁就拿了医学大奖 如果请他来 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既然你们有人管 我就先走了 只能请您跟九爷 一起去病房了 你是谁 九爷突然发病 随手抓住了查专家的手 实在摆不开 许真来 她的真法虽然能缓解偏头痛 但也会影响人的大脑 如果再配合上催眠 能篡改人的记忆 这就难吧 秦家和霍家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会吓针害人 林子霄就在旁边站着看 他是不知道 还是 算了 反正也不怪我的事 我还是不要参合这种麻烦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慢慢 有缘不好了 小少爷又绝食了 什么 怎么劝都不敢吃 您快回来吧 先是离家出走 现在又绝食 真是烦了他了 少爷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你多少吃一点 不吃 我不让我见妈咪 我就不吃饭 我看你是反了天了 大猫王 吃我一招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抓回来 大猫王 你多亲手 太卑鄙 有本事我们来干去 秦希泽 你闹够了没有 谁是秦希泽 我是希宝宝 好好好 少爷以后要是喜欢 我们都叫你西宝宝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真不是那个什么秦希泽 我是西宝宝 原本名字叫 尼森 一直和我的美丽的妈咪 生活在外国 最近才做大会 第一次回来的 没人 带他下去 我们要不要请霍少爷 少爷他 好像有精神分裂症的成兆 霍音的针法虽然好用 但我总觉得有问题 这几年 我似乎忘记了很多事情 甚至有些记忆都是错乱的 我的儿子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善事 不必了 通知下去 计划提醒 抓紧抓到乔子里 姐姐们 喝下午茶都不叫我呀 我们还以为 你在忙着把乔家的老宅 过户给新来的客户呢 别跟我提他 提他我就生气 他根本就没有钱 那个至尊黑卡 就是他老板的 他就是在机的老板买访呀 啊 这样啊 可不是吗 他要是真有至尊黑卡 那我们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 我就是被他空手套白狼给骗了 我一定要告他 告他强强民宅 小诗雅 你信口独租的本事 可是越来越好 你怎么知道那卡不是我 不然呢 一个未婚先运的贱人 怎么可能有这种全球顶级黑卡 也配 太久了 我爸爸知道 不会放过你的 爸爸 你一个刚出生 就爸爸不祥的小野种 还一口一个爸爸 你见过你爸爸 你知道你爸是谁吗 还在这儿给你这个贱人妈出头 当然 哦 那我倒是想听听 你爸爸是谁呀 爸爸是秦宇成 住在香山 我叫他九姨 你 乔师曼 这小野种不会是你养的 小小年纪满头谎言 果然是见人生见种啊 那你又是哪个见人生呢 你 乔宝宝宝 过来吧 你撒谎 我没有撒谎 你不相信的话 我这就给我爸爸打电话 让他过来 那你打呀 打就打 乔宝宝 咱们就跟神奇变一段结实 浪费时间 你再吃饭了 对不起 我以前不知道他有病 我现在知道了 我不会跟风火子一般解释 嗯 你跟这个小野种装完就想走 没门 今天你爸话说清楚 就别想走 我把我爸爸叫来了 你就不会为难我妈妈 如果是的 我现在就打 希望你 怎么还不打呀 是不是 不知道电话号码呀 又给我告诉你呢 我希望你别哭 哎呦 我好怕怕呀 少废话 赶紧打吧 你给我等着 喂爸爸 又怎么了 没事了 少奶奶好 本人今天奉九月之旅 你先来给您送花 赵 少奶奶 少奶奶好 少奶奶好 少奶奶 这是九月后院中的 蓝丝铭命名 没躲 不是这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少奶奶 您看这花 下去吧 乔姐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九月的人 刚刚都是我们的不对 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 要道歉也不是给我道歉 给我儿子道歉 你们最好祈祷他们原谅我们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叫他 为了 让我的这儿 为了 边走边出 细宝宝和妈妈 人见人 爱 我才是没人爱的宠 贵 我才不贵呢 那个小孩子 你跟寄人太善啊 你照顾我似的 那这件事 是我爸爸过来的 别别别 小少爷 他愿意做的 就算他不愿意做 我们也有办法让他照做的 没错 把这个丑八怪交给我们吧 千万不要让九爷过来呀 你们干什么 跪下 让开 你们欺负人啊 你们太过分了 快说 快说 少废话 细宝宝的妈妈 人见人爱 我才是那个 没人爱的丑八怪 走吧 这一切 肯定是乔石脉设计的圈套 他绝对不可能是九爷的女人 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少废话 你快点爬行不行啊 我不爬了 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 拉死我也不爬了 这都是你自作自授 住手 阿宇 阿宇 没事没事了啊 你们 我都是雅的朋友吗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别跟他自朋友呀 看他可怜才会来做朋友的 我们可不想得罪九爷 什么 雅 你得罪了九爷 我没有我没有 都是那个乔石曼 都是他设计的圈套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变成这样 阿宇 你要为我做主吗 他刚才还让我在地上爬 我膝盖好疼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都没脸活了 你放心 你今天受的委屈 我一定要请什么双倍偿还 少奶奶好 您看哪花 我给您放哪 虽然不知道他又出什么风 但是看在他今天为我解围的分上 这些话就勉为秦楠的书下吧 林先生 麻烦你帮我把那些花搬到前院吧 我家院子可能有点小 放不太下 到时候我在屋顶搭个花盆 然后做个屋顶小花园 我来给你搞吧 别说是小花棚了 这是空中花园 我也给你搞来 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能为少奶奶服务 是我的荣幸 从一开始他就一口一个少奶奶 我什么时候成少奶奶呢 妈妈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找到了 这个药是货家内销的 不爱受 只有通过关系网络 一层一层才能拿到的 听着你 我去自备药物检测 你自己随便溜达一下 我就不管你了 快去忙你的吧 别管我了 我带着你的卡 逛街去了 去吧 货家的特效药理 怎么会有母亲 申请专利的提取物 妈妈 你母亲的事情 我查出点线索 货家似乎 与你母亲的失踪 有点关系 你的意思是 是货家 在帮其沐鱼 绑架我母亲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 我估计是这样的 当年 你母亲生产出 很多药 都比货家有效 货家估计早就对 你母亲怀案在心了 还有 你母亲失踪后 货家研发药物的水平 突飞猛进 我估计 是把你母亲 关押在什么隐蔽的地方 帮他们改进药物吧 看来 苏苏苏的猜测是对的 我找不到妈 是因为她并不在其沐鱼手上 而是在获解 但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妈 你再等等我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乔师曼 你给我出来 滚出来 你个贱人 白天居然敢那么对我 你是不是忘了 你妈还在我手上呢 进不去 我现在就回去宰了她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乔师曼 你干什么 雅儿心底善良放你 你不知悔改 恩将仇报 那既然这样 我们也没什么好的 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 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端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 找到乔瑟琳医生 你找到乔瑟琳医生了 她哪快告诉我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无论我说不说 你和乔师曼 都不会告诉我妈的下落 刚才那是开玩笑的 你咋当真了呢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母亲的 不要你啊 告诉我乔瑟琳医生的下落 我甚至可以考虑 和你重新开始 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 以前我喜欢你 是因为你够聪明 没想到七年 你不但没有长进 现在还又老又脑残 是个年人都不会喜欢你 这一巴掌 是提七年前的我打 你真是不知好歹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回去就把你妈收给断了 你和乔师曼张口碧可都是我妈 我现在连我妈是不是活着我都不知道 你给我一张我妈现在的照片 我就告诉你乔瑟琳的下落 好 那你说话算数 阿宇 我可是被这个恶毒的女人害得跪了一下午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你太过分了 必须给雅娥道歉 道歉 光道歉就完了吗 你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这个乔师曼 是不是不舍得让她给我下跪啊 乔师曼 今天你不付出代价 我就跟你没完 咱俩死了磕 这是明晚韩家商宴的邀请卷 你们两个 给我拿着赶紧过 别再让我看见你 走 这是明晚韩家商业的邀请卷 喂 喂林叔叔 我是小和 请问一下 我爸爸会参加明晚的韩家商业吗 不参加 他约了别人谈事情 你可不可以让 爸爸参加呀 因为 是少奶奶要参加吧 是 傻傻爷 你可真是九爷的神助攻啊 行 就包在我身上吧 谢谢叔叔 花豆鱼制完了 快了 你参加完明晚的韩家商业回来 应该就结束了 我不去 那 乔小姐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 听说明晚还有 会 也不知道是哪位幸运的男士 能与乔小姐共舞呢 乔师曼 要去韩家商业 对啊 那你管人家去不去干什么 反正你又不去 林子肖 马上取消明晚和江总的见面 准备衣服 跟我去宴会 乔宝宝宝宝 你件好看 这一件 嗯 不愧是我儿子呀 有眼光 过来 妈妈也最喜欢这一件了 反正我最喜欢这一件了 丑 丑 你的衣服都太丑啊 而且怎么全都长得一模一样啊 没人问你意见 你的审美太差了 我必须精证的审美 有小黄鸭的衣服 才好看 张伯 把帽子烧了 可是 这本小黄鸭发色是小黄鸭最喜欢的 烧了 全部烧了 以后香山府不允许出现小黄鸭 从哪儿学来的机型神威 我的儿子 不能这么素气 张伯 我讨厌你 我的小鸭 那个 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吗 我听说秦先生有很严重的洁癖 靠近女人就会恶心呕吐啊 不知为何 这病似乎对乔乔姐无效 秦先生 这些女生的方式真的是很俗套呀 比送花还俗套 你谁呀 赶帮我偶像 你抬头看清楚我是谁 九哥哥呀 他是你偶像 是啊 他可治好了我爷爷呢 哦 他这么厉害 姐姐 你最近几年都去哪了呀 一直联系不上你 韩小五 你作业写完了吗 怎么写 要不要让子孝帮你补课呀 我还有 哎 调皮蛋 乔乔姐还真是受欢迎啊 景哥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听子骁说 你今晚约了姜总谈生意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与你无关 是不是因为我跟诗雅走太近 你生气了 你放心 虽然我跟诗雅是闺蜜 但在你跟秦牧宇之间 我还是站在你这边的 而且就算小子的精神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帮你隐瞒的 我儿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秦先生 你也不赖吗 桃花不错 这个烂桃花不要野蛮 既然秦先生 对楼下的桃花不感兴趣 不如与我上去谈谈 正有此意 在医院里就敢拉成哥哥的手 现在又来挨眼 霍三 给我查清楚那个女人的全部资料 好的 你帮我摆脱小丫头 我帮你摆脱疯婆子 咱们俩呢 就算了亲了 回见了 九爷 乔小姐 不是要帮物色桃花 我那是随便找的借口 我才懒得帮你找桃花呢 乔小姐 是不想我去聊其他的女人 放心吧 能若我赢的桃花 只有乔小姐这一度 住口 你要对我偶像做什么 九爷 九爷 好久不见啊 九爷 乔小师曼 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的私生活特别的混乱 未婚先孕 还有一个六岁大的儿子呢 乔小师曼还有儿子 是啊 你想啊 七年前他才二十一岁 那么小的年龄 就跟野男人苟合 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也有个六岁大的儿子 啊 九爷 您当然不一样了 我知道 九爷 您真正想找的 是一个 懂您的灵魂知己 乔小师曼 你这种女人我嫌多了 九爷 您什么意思啊 虚伪恶毒 嫉妒成性 你以为你穿跟曼曼一样的衣服 你就配跟她相提并论了 我告诉你 你别自取其辱 你永远比不上她 让开 什么你们都认为我比不上小师曼 能有一天 我一定会把小师曼 彻底的走 好香啊 本来以为只有身材好 没想到脸蛋更美 一 一 什么意思 我数到三 要是你再不把你的手放下来 我就废了 二 三 杨老师 我说你想 谁在咱们海下场子是什么 韩老爷子 您误会了 都是乔世曼人事 他出演挺心战心 咄咄敌人 都把人家打不住血了 乔世雅 闭嘴 韩老爷子 我向你保证 今天绝不闹事 您先忙 杨老七 你被女人打脱血了 你被女人打脱血了 你懂什么 这是爷跟小美人之间玩的情趣 不懂就闭嘴 还有你 别在这乱嚼舌根 杨七 你都被乔世曼打脱血了 你还在护着他 他就是个贱人 勾引了酒爷还要勾引你 乔世雅 我多说一个点 就算今天是韩老爷子的场子 并割了你的舌头 你还敢动手动脚的 一拳不够想再挨一拳吗 帮个忙 别让我在死对宫面前丢人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又不是人民币 我是不是人民币 可我有的是人民币 哟 至尊黑卡呀 我们在闹着玩呢 想玩 我陪你玩 别在外面勾三打死 我不高兴的 秦老九 你什么意思啊 跟着乔女人啊 是你抢我的 不愧是我命中注定的宿敌 连选女人的眼光也和我如出一辙 我和乔师曼是早就相识的关系 他是我的 我劝你不要横插一脚 自去击辱 谈恋啊 又不是张魏子 还有什么先来后到的 我告诉你 我看上他 你要是想得到他 先通过我这一关 找死 想打架是吧 正合我意 够了 你们俩有完没完啊 我不是你们的奖品 听清楚了 我对你们两个 都没有任何兴趣 你们要打架自己打 别扯上我 嗯 真少 我还有事找你 私下聊 小曼儿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无论到哪儿 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少扯这些有的没的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 不是听这些 哦 那是答应和我交往了 当初我离开华国 拜托你照看我妈 可是我走了才没有一个月 我妈就消失了 好 这些 我不是来心事问罪的 我只是想搞清楚 我走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抱歉 我不知道 说谎 你开口前的沉默就是在犹豫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我 随后你故意躲避我的视线 这是说谎的前兆 最后你选择不把真相告诉我 所以你心虚了不敢看我 妈妈 别说了 我不告诉你 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你当然是为了我好 因为绑架我妈的人不是一般的人 你在为我担忧 不知道我能不能对付他们 但你也很清楚 我也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你在纠结 到底该怎么选择 全说中了 乔诗曼 你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既然知道我的可怕之处 那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实话实说 告诉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 既然我要冒风险的话 你是不是 也应该给我一点好处 占老秦你找死 敢动我的女人 相信我现在杀了你 占老秦你找死 敢动老子的女人 相信我现在杀了你 秦老九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我跟慢慢认识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先来后到 秦老九 公平竞争而已 你怕吗 不要把我的容忍 当做你不要脸的资本 啊 展哥哥 展哥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为了一个女人 你们至于吗 七爷 外面还有很多妹子在等着你呢 这里多无聊啊 怎么去 金玉神 我告诉你 我和你的较量 才刚开始 你也管 别让我说第二遍 秦玉神 太过分了 我差一点就能问到我妈的下落 你为什么要来破坏啊 你也误我 你想知道我可以帮你查 为什么要跟他做这种交易 还是说 你跟他 老子有病早点吃 这是干什么 接日咱面舞会 冒充我去聊秦玉神吗 喂 搞定了吗 已经成功把乔斯曼 关进找我间 干得漂亮 怎么回事 难道陈哥哥这么快 就在乔士曼失去兴趣了吗 陈哥哥答应了 该死 又来一个 怎么会这样 小狐狸 可以请你挑支舞吗 要跳 也是赔本大爷子 鲜花 向美人 好 我跟这上调 不要以为你帮我解误 就能弥补之前的彼此 多给一点机会 我一定一目彼此 有这么不张眼啊 这谁啊 是服务员吧 真途 这么不张眼 你看 我看是个灰 你看 你看 小狗 一只 小狗 小狗 你是不是故意 办到我的 是不是 你怕我抢你封头啊 你自己说老实 对 但我们都没长眼睛呢 真是炫口 人家伴倒你的时候不是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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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行转就要伴 我们都看见真丢人啊 都是他 都是他 都是他让人绑架了我 把我丢进了杂火间 原来是霍三那个白翅膀错了人 你这个毒妇 你让人绑住了我的手脚 还堵住了我的嘴 要不是阿语及时放心 我就死在里面了 天哪 施雅 你的手怎么都泪红了 你这个毒妇 你不仅绊倒了我 还把施雅关着小黑窝 这可是故意伤人 你担待得起吗你 手都给泪红了 你说我绑架 但你心灾了不见 有证据吗 证据吗 难道仰儿冤枉你不成 以他的智商 不是不可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上学的时候就是个混混 还组建了什么帮派 就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混混 才能做出这种下作的事 首先 我没有组建帮派 其次 这寒家处处都是艰苦 想要查到是谁绑架 我说你蠢 说错了 你少在那儿就做聪明 这一切都是你弄的 各位 安姐 小小姐 而且请你找出这个绑架者 我们韩家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在这里 就是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获三 慧小姐 他可是你的手下 在我们韩家榜人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不是我不是我 我跟世雅是好朋友 我怎么会伤害他呢 一定是乔诗曼 肯定是他企图买同货三 然后诬陷于我 没错 就是乔诗曼 音音这么大家闺秀 他才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大家看这里 这个人 这个人 把乔诗亚绑进杂务间之后 给某个人打了一通电话 不难猜测出来 他肯定是给主人 汇报自己完整任务的情况 这又能代表什么 说不定他是在给你打电话呢 标准上显示的是时间转 巧的是 霍英小姐 这个时候 正好接到你的 我三人 你这个贱人 你通话手机 我正瞧姐不开手机 得跟你放松 通话记录显示 十点整的时候 霍英小姐刚好接到了 霍三的电话 这要怎么解释啊 这件事情我会通知你父亲 你们霍家 必须给我们韩家一个交代 邱诗曼 你真是越来越让人着迷了 那你也得有这个本事啊 是啊 我真是看错了你 什么好姐妹 你为了男人居然绑架我 是啊 成哥哥 一定得帮帮我 我爸爸是知道他会打死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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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漫漫 我送你啊 要送也是我送 轮不到你 而且漫漫 也不是你能叫的 凭什么不能叫 漫漫 小漫漫 够了 去完没完啊 都怪他 我们俩走得好好的 他非要出来横一脚 我是看出来漫漫 漫漫不想跟您一起走 才过来解救他的 秦老九 你果然很欠揍啊 要不这样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送 你们把对方送回去 接待欢喜 他是我的 我劝你不要动 你不该动的人 我可没有听说漫漫 选择了你 相反 假面误会上 他选择的事物 该放弃的应该是你吧 西宝宝 你这是在客厅睡着了 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我没有睡觉 我在等妈妈 我要和妈妈一起睡 对不起啊 西宝宝 妈妈回来的太晚了 害宝宝等了这么久 以后妈妈答应你啊 不会这么晚回来了 妈妈 要会好玩吗 一点也不好玩 以后妈妈呢 就不去参加这种宴会了 就留在家里 陪西宝宝好不好 爸爸这个笨蛋 看来 这些妈咪的监局人物 还得靠我 舅爷 您怎么受伤了 您坐点别动 我这就给您拿家打酒来 不用了 小家伙怎么样 小少爷是哭着睡着的 您没收了 他所有的小黄牙玩具 他哭了好久 大猫我回来 妈妈 我要妈妈 就这么想要妈妈了 九爷还是很关心小少爷的嘛 那些玩具都销毁了吗 还没 九爷息怒 少爷哭得厉害 我没有敢毁 现在少爷睡着了 我这就叫人马上去 不用了 先留着吧 告诉秦西泽 如果他表现好的话 可以一渐渐收回那些丑陋的鸭子 哎 曹世曼 你不是神医吗 怎么沦落成当实习生了 好狗不挡道 妈谁是狗呢 我可是圣彼得医院的副院长 只要我一发话 你立马就得收拾包 所以你要开除我吗 喂 好我知道了 嗯 按规定本来我应该开除你的 但我当然有大量 正好一个明星歌手 因为头部受伤 现在到咱们医院了 我决定安排你去医治他 不干 我只是个实习生而已 救活了没奖励 救死了家属找我医老 狠说我都没好吃的 谁说没奖励的 如果你医好他 我不仅给你转正 还给你加工资 转正面 要是我治好了 你就让我转去治药物 好 我答应你 不可以 你们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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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副院长次后 大家都非常单膝 帮我来选择 可以派我来选几个铁粉鸡女弹了 谁去 哇哇哇 卓大哥是获医 获医生的我们在跟他做治疗吗 很可惜啊 是乔斯曼医生 跟江先生做手术 他是 我们医院的新来实习生 实习生 有没有搞错啊 你们居然让实习生 跟我们在跟他做什么说 本来我们是安排的 获医生跟江先生做手术的 谁知道乔斯曼 橫插一角 把手都抢走了 人家有大套三 得罪不起 我们也没有办法 乔世曼 有人黑他 这是我自己的时候 怎么换我 你为了带来 你不认识 微称 去盛彼的医院 区主俩 乔世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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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世曼的粉丝就要冲进来了 不要你 坐好自己坐工序 那些人都冲进来了 要不然你进去躲一下 我是医生 日和情况下 我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接受到最后一遍 麻烦你舍在这里 等我手术结束 谁敢闹事 就是跟我们秦家作对 手术很成功 患者已经脱离危险了 那个乔医生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误会你 听信晚上的谣言 误会你的医术 没关系 我知道你们想要保护自己偶像的心情 但我希望你以后 你们可以理智的追星 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九爷不在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网上那些造痒的人实在太可恶了 大家把他揪出来 一定把他揪出来的 是我 我都是听医院里的人说的 我只是等数我没有造痒 你想什么呢你 大家冷静一点 我相信你说的话 乔医生对不起 你拿我吧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也是被人利用 但是我希望 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乔医生 我们都做什么 我们都做 对 都照做 把今天的事情 统统发在路上 好 没问题 火影 这下该我反杀你了 来 茄子 老草草很完美的 完全展现了你的丑陋和狠毒 你个贱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这个 加我刚才拍的照片 这就叫证据 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果老实回答 我就把照片删了 如果你不老实回答 我就把照片 发到网上 真管呢 就送进警察局 告诉 你们把林月书关在哪 什么林月书 我根本不知道 说谎 你们霍家的特效药 用的就是林月书的提取方法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林月书 我只知道 霍家的特效药是陈北的制药厂生存 其他的我真的一概不知 把我调去陈北的制药厂 我就把照片删了 另外 江一芝在圣彼得医院这段时间 如果出现任何遗用 我一律算在你的头上 调师妹 你这不怕我把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父亲 她要是知道你在找那个什么林月书 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尽管告诉她 姑奶奶我不怕 乔师妹 我跟你没完 乔医生好厉害 不仅俘获了这么多小粉丝 还成功脱险了 九爷也不赖啊 我看 刚才外面好几个小女生 都红着脸偷偷看 我 观察得这么仔细 莫不是吃醋了 九爷就不要再开我玩笑 战绍又不在 你不用假装喜欢我 谁说我是假装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对你是真的感兴趣 不好意思啊九爷 就算你真的对我感兴趣 也没用 因为我对你一点兴趣的内容 你脸红了 我那是热的 这么硬的嘴巴 听起来是什么刺耳 之前粉丝冲击手术室 是你帮了我 作为回报这次不给你笑 但是你要是有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刚清完就想要下次 你这也太急了吧 我 我已经警告过你 是你记不记 我一定要得到你 医生 有人造谣敲下这阵路 什么 马上派人车热搜 再找人进行辟谣 一刻也不能耽搁 怎么样了 搞定 已经什么车带完了 干得漂亮 给你涨工资 你竟然主动如何涨工资 就想到因为这点小事 你去哪 圣彼得医院 深圳能力没有问题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要做一些康复运动 比如 拧拧球 做做甜字游戏等 乔小姐 你长得这么好看 做医生太可惜了 要不要考虑 进去娱乐圈 算了吧 我不会演戏 还是好好做医生吧 乔医生音色也这么好听 我新专辑 有一首男女混唱 要不然咱们 合作一下 我不会唱歌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 他若想哄我自会碰 用不着蹭一个小歌星的手 乔医生 借不说好 好 谢谢你 正想见我呀 别哭了 我只是不想在那个病房 待太久 嘴硬 太甜了 你是不是又想吃我的拳头了 不 我是来要奖励的 奖励 乔小姐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 网上有人造谣你整容 你居然毫不值钱 不用看了 我已经派人帮你把热搜撤了 乔小姐打算怎么答谢我呀 让我歇歇看 你是不是想用这件事情 让我帮你家老爷子治病啊 别走 我不会因为这点小轮小退 就改变我的原则 不 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 一起你家人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我想让你假扮我儿子的母亲 假扮母亲 母子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 演不出来的 况且你这种行为 是在欺骗你的儿子 他要是知道真相该有多伤心啊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安排 好吧 虽然我不认同你的做法 但是我从来不欠人情 这一次之后 你和我之间就两亲 两不相欠 那我就让你一直欠下去 好 周末我来接你 我们带小家伙出去玩 好好工作 拜拜 喂小少爷 林叔叔 我是秦希泽 我现在在 小少爷去江西娥园 我想回一趟江山府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你不是一直在江山府吗 什么时候去的江运去啊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妈咪那里啊 小少爷今天一直在少女那里吗 难道我看错哦 小少爷 我确定你在妈咪那里吗 我确定啊 婆婆你是不是又喝醉了 如果你喝醉了的话 我就让爸爸来接我 别别找九爷 小少爷 我现在立刻马上去找你 小少爷我来接你了 妈咪看到这封信后 一定会来跟政府接我 到时候我就可以和爸爸 一起想办法 留下妈咪 小少爷 什么事啊 这么开心 没什么 走吧 老师 我爸爸的朋友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小少爷 我还有事要忙 我就先走了 谢谢刘叔叔 别 小少爷 你不是在卧室里玩遥控飞机吗 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 奇怪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 说我在江山 我明明快一个月没回来了 来小少爷去哪儿啊 小少爷什么时候换衣服了 怎么会 我们两个怎么会长得一模一模 能归妈咪从没见过我 却自以为知道 我所喜欢的是我 原来是妈咪认错了人 她宠爱的那个孩子 从来不是我 你怎么哭了呀 你也是刚被大梦王抓来的吗 不要哭了 大梦说男子害 扯丈夫 不流血也不流泪 别害怕 我会带你一起逃走的 我懂 我懂的 我懂的 忽然被人犯罪抓住 也是很正常的 大哥在 一定会保护你的 我不是被抓来 我叫秦熙泽 这里是我家 哇 原来你就是秦熙泽 大嬷嬷一开始 想抓的人 其实是你 你 他们都认识了 我送你下山吧 你可以去找你的妈妈了 你真的不送下山吗 如果你得向我保证 请假认错证 把你抓到身怨死的事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呢 尤其是邱阿姨 为什么呀 我还要 妈咪帮我来报仇呢 没有为什么 否则 我就不带你下山 我不能让乔阿姨知道 还认错了儿子 好吧 先打扬他 等下山 见到妈咪 再三回 把一切都告诉妈咪 把妈咪杀回来 给我报仇 戴上 不能要用人们发现了 我父亲知道后 他们都会受罚的 你爸爸是谁呀 怎么这么可怕 你身上也 这个是谁呀 我不用 让妈咪来接你 不如你跟我一起走吧 你一起找妈咪 她可好啊 她什么都会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 我当然知道 求阿姨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 可她不是我妈 我用来 喂 妈咪我在家飞铺这里 妈咪你快来接我呀 你不是在托儿所 怎么会在香山府啊 不要忘了 快来接我 宝宝 你就在原地等妈咪 妈咪这就过来 香山府不是秦家的地盘的 西宝宝怎么会在这 难道说 秦家的人又想顾及成事 找宝宝麻烦 请假的 要是我宝宝有一点问题 绝对不会放过 西宝宝 妈妈 我以为在也见不到你了呢 怎么可能 别说是香山府 你就算跑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啊 妈咪都能找到你的 可是你这次就没有来找我 不行 我不能说 鸭鸭超人 最讨厌 被西七的坏蛋了 西宝宝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啊 你不是在幼儿园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妈我害怕 不怕不怕 有妈咪在 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你 走 回家 却阿姨没有发生一样 真是太好了 让我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蛋 吃了雄心豹子蛋 竟然该绑架我儿子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小丫头 胆子倒还挺她的吗 拉黑我 谁让你跟湛韩爵 在我微博下吵架的 拉黑湛韩爵 他挑的事 你们两个我都拉黑了 慢走 再见 不送 怎么停了 雨晨 我们五分钟前 就已经到家了 谁让你来挑衅 到时候有你好看 小家伙呢 怎么不闹腾了 父亲 今天的功课已经完成了 评分在私教那里 一会儿私教老师 会把评分给您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的话 我已回房休息了 儿子 终于回来了 父亲 哦没事了 回房休息吧 是 哦对了 你不是一直想 知道你妈妈是谁吗 这周末 我会带她过来的 不必了 我已经不想再见她了 以前是我太任性了 我向父亲道歉 请父亲放心 我以后绝不会 再吵着要妈妈了 我回房休息了 父亲晚安 这孩子的性子确实比已经更冷了 细宝宝 妈妈明天去参加拍卖会 你要跟我一起吗 去我最喜欢掉家了 一千万 九千万 重交 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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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万 四十万 一个亿 一个亿 咱们打个商量 叫价可以 不能上一样 那对方还上一了怎么办 你不跟不就行了 那我都没面子 这还是稀宝宝吗 之前那个温柔帅气的宝宝去哪里了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调皮了 妈妈一会儿呢 去换个衣服 你在这里玩玩 嗯 大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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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宝宝 哎 你去哪儿 你慢点 玫瑰赠美人 没想到堂堂九年 追女孩子也用这么俗气的方式 你接了我的玫瑰 就知道并不俗套 她到底哪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特别在 她是我送的 刚才不是还先俗套吗 怎么 这就图块送包了 没想到乔小姐这么破了 你没想的事情还多 你再这样对我不见 小心改天 我拖你都太坚弄了 拔了你满地争 我可以理解 我是乔小姐在约我吗 这男人脑子里装的 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懒得理你 我着急去拍卖会了 我儿子还在围上等着 你 就在楼下等着 喜宝宝 快起来 妈妈给你换衣服 我们要准备出发了 妈咪 我不想去了 怎么突然不想去了 刚刚不是还想很期待叫家的 我 我生病了 这个混沌 居然把我的心肝宝贝吓成这样 绝对不会放过她 既然宝宝不舒服呀 就好好休息吧 妈咪给苏姨打电话 让她过来照顾你好不好 好 是吧 你怎么在这 她这么大大咧咧地坐在漫漫家的客厅里 就好像这是她家一样 不过 仔细看看 她好像长得还不错 慢着 她的五官和西宝宝好像有点像啊 她该不会是西宝宝那个神秘的生父吧 好 她的那是西宝宝 你来了 西宝宝就交给你了 看你是 带她在家玩或者出去玩都可以 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有什么要离开待办 他们两个盯着我看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 放心吧 我觉得不让任何不安好心的人 看不见西宝宝 走了 小慢慢 好久不见啊 想我了没啊 谁想你了 滚开 别挡路啊 你怎么又来 我有没有说过 战时拍卖馆不欢迎你啊 明天我就把他卖下来 让他改姓秦 好啊 那你就明天再来 今天他还姓战 只要他一天姓战 你就别想进去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小慢慢 你别生气 你不想让我和他吵 我就不和他吵 这是我要说的话 你该不会是 克里斯汀大使吧 你猜啊 猜对了有奖励吗 没有 但猜错了有惩罚 你这也太不奖励了吧 我就是不想你能奈我和 奈何是奈何不了 只能一直宠着 拍卖会 现在开始 下面这件作品可了不得 相信百分之九九的女性 都是为了这件作品 慕名而来 这件作品就是 克里斯汀大师 设计的晚礼服 《钟夏夜之梦》 起拍价一百万 现在开始 一百万 五百万 一百万 三千万 赞契也出价三千万 还有掉价了吗 五千万 五千万 八千万 八千万 九千万 九千万 够了 你不要再肆意乱台价了 克里斯汀大师 但博名利 他捐出这件衣服 是为了能够真正落到他喜欢的人手里 而不是成为你们取悦女人的工具 乔诗曼 七爷和九爷谈爱你 这是何等的荣耀 而你 非但不珍惜 还煽风点火 你这种女人 根本就不配穿克里斯汀大师的衣服 现在还可以交价吗 八万 一个亿 一个亿 乔小姐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克里斯汀大师 但博名利 他拍卖仲夏夜之梦 是为了慈善 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的 你怎么知道 这一个亿我要花在自己的身上啊 你别装了 你不就是仗着九爷和七爷宠爱你吗 想让他们当众为你一掷千金 好满足你的虚荣心 我知道 克里斯汀大师一直热衷了我的慈善 我要将这一个亿捐给慈善机构 我花自己的钱 让孤管老人安详管你 你怎么这么大意见 我也是误会了 克里斯汀大师 是金钱如粪土 定不会想要看到仲夏夜之梦被人骨子抬价 无论今晚是谁拍下这件东西 只要捐给慈善机构 都是一件善事 那你又做了什么呢 你在这里千方百计的 想阻碍拍卖会的进入 居心不良啊 说得好 我愿意花五个亿 买下这件拍品 捐给慈善机构 我也愿意 晚了 我已经签下自己的日子 请一辰 让你欺负我儿子 这些钱算是我为宝宝出口气 让你出血都算是对你客气了 你真把我当私啊 我车停在你家 在你私来接你啊 等他来天都亮 你愿意不得吗 我能少吃 吃吗 第二天他忍不住又吃了两粒 第三天 嘻嘻宝宝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不是我不让你吃冰淇淋 你妈妈说了一天只能吃一个 我不是想吃冰淇淋 那你想吃什么 你跟苏伊伊说 以往你把超市都摆下了 苏伊伊 你怎么光想而吃啊 你要不想吃东西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 苏伊伊 你有没有见过 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一模一样 双胞胎吗 双胞胎 什么 双胞胎就是 呃 长得完全一样的两个人 那其实是我的双胞胎 兄弟呀 那双胞胎要怎么去 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 谁聪明谁就是哥哥 连爱琴熙泽 是我三三多年的双胞胎弟弟呀 暗子 暗子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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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留我多坐一会儿 不留 你长得太凶了 会吓到我儿子 我什么时候凶过你了 秦先生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呀 一个多月前 我们在机场第一次见 你就凶神恶煞带着疫情 不由分手的要绑架我跟我的朋友 这才一个多月你就忘了 当时我儿子可在场 他可全都看见了 他对你有阴影 你没看你早上来的时候 他连肤都不睡 之前 的确是我落梦 这玩具你先收着 就当是我给小家伙 赔礼道歉 不要 干 漂亮吗 不愧是我 没有被当梦王都逃一套的 所迷惑 彤彤 那个玩具盒子 好像是鸭鸭超人 3.0 这是给你儿子的 又不是给你 你拒绝 没用 林子乔 帮我里去 你敢放进去试试 我的话 不管用了 我先放这儿 我先坐 平次不早了 早点休息 明早 我派人过来接 接我 还笑我贵人多往事 前两天刚答应我 这个周末去乡生府 陪我儿子玩 这就汪汪 没有 但是我不用你接 我有车 可以把你儿子带过来 两个小家伙差不多大 说不定会成为好朋友 得了吧 我儿子才不想去 下来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在偷听啊 你说你俩这么大人了 也不显丢人啊 你为什么就凑我一个 因为西宝宝可爱啊 所以她的那份 你替她挨了 怎么样 西宝宝 你刚刚都听到了吧 要不要明天跟妈妈去香山 妈咪替你教训陈玉成 为我家西宝宝报仇 嗯 去 我还有沙包大的蛋 灭了干我 嗯 嗯 定着把弟弟揪出来 西宝宝 你把自己捂这么严实干嘛 妈妈你不等 这是鸭鸭出的新造型 我 我 打鸭 是 是 吃 好吧 咱们走了 小小爷 乔乔姐的车已经进山了 就要让您下去迎接 知道了 明天会有个新乔大阿姨过来陪你玩 你要听话 别耍脾气 知道了 乔鲜 就让真的是乔阿姨 父亲 是乔业乔阿姨 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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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的上席玩活该 好不着急 穿得弄啊啊 好看 哎 你儿子呢怎么没看他 子萧 琴棋泽怎么还没下来 少爷 啊他来了 你这穿的是乱七八糟的 回去混了 你兴什么兴啊 这孩子发什么脾气 人家吵人就只伤就是吵 小小孩子都这么吵 骑骑子 盖骨会又进人翻脸了 骑骑在这个上 好苦 儿子 过来 我儿子 这是你儿子 嗯 这是你儿子 嗯 小伯跟您叫 哎呦 哎 啊 啊 秦玉成 你现在好像是个东西啊 有那么好笑吗 呦 可能别人被人被水晓不是 但是你没办法还是挺好笑的 被这个小家伙射中了 确实还挺厉害的 林子萧 去把武器拿来 好 去找两个小家伙报手去 走 啊 这里没人 应该很安全 弟弟 我这次过来 是专程来找你的 你一定好奇 为什么我们等你 我已经叫他清楚了 你是不是像多年的双八胎弟弟 你发烧了吗 我没发烧 哥哥跟你说正事呢 别打蛋哥 正事的话 上午做 这里人都严杂 不是说正事 不愧是我的弟弟 考虑的 果然正道 张开嘴巴 把这放进嘴里 你给我提问你干什么 我们不是就用来撂正事的吗 这就奇怪了 没发烧 怎么就傻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吗 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啊 是一起从妈咪坐在里爬出来的双胞胎啊 你到底爬出来的双胞胎 所以乔阿姨 真的是我妈咪吗 真的是我妈咪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可不许骗我 我像那种骗小孩的大人吗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弟弟的 求阿姨告诉你的吗 虽然不是妈咪告诉我的 但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看 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眼睛 鼻子 嘴巴 都一样 只有双胞胎才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你肯定学我 你 嗯 不用搜 我都搜过啦 我是查文字啊 才来找你的 要不是天亮了 你去我亲弟弟 我才不回来这鬼弟 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确实有很大概率 并不是百分百 我刚才查到 也有一些 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 但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都把我肉晕了 你要是不相信 我们就做一个NBA检测 我查过资料的 你根头发就不过 你说的是DNA检测 对对对对对 就是DHA检测 是DNA 既然我们要去做DNA检测 我们就要想办法 取得乔阿姨和我父亲的头发 我去娶乔阿姨的人 你去娶我父亲 大猫王是你父亲 不给你去娶吗 他是我父亲 我才不敢娶 因为你是哥哥 所以最坚决的任务要交给你 好 就交给大哥 真好骗 这座山都是你家的 怎么找呀 找到红年马月都找不到 他们两个小端腿 加起来都没有你一个人对着 还说找不到 你看 谁要关心那两个小皮孩 反正横叔也跑不出相声 但是谁要先陪他好好换下相声 你送我的一千株百合 全都在哪里 一直都很成功 一株也没有要成 百合花代表百年好合 花开得那么灿烂 我们肯定能好不止一百年 就怪我不够深邃 大猫王你放开我妈 欺负女孩子算什么好汉 又不是你来抓我呀 呸呦 瞧蟹宝 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 欺负则的附属证格 瞧蟹宝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 刚才那声音好像是 蟹宝 老天爷啊 蟹宝宝该不会全都看见了吧 站住 站住别跑 你给我站住 妈咪就进入圈套了 弟弟我们开始行动吧 哎 小宝宝过来 怎么样 有没有被伤到呀 我这么天才 才不会被大魔王抓到呢 真不愧是我的西宝宝 真厉害 好喜欢九阿姨 真心吗 九阿姨就是我妈咪 跟妈妈一起躲起来 我们一起偷袭大魔王 为西宝宝报仇好不好 不想跟妈咪一起啊 不是 妈咪 爸 我儿子 九阿姨对不起 有些痴气 我想我必须要查清楚 这位叫妙 好 你再静着跑 哎呦 哎 怎么后不掉 巧西宝 大魔王 我是小孩子 不可以跟小孩子生气 跟小孩子生气的男人最没品位了 我妈不 巧阿姨最 最不喜欢没有品位的男人了 上次你还跟我说你是大人 不用我管吗 现在又成小孩了 神不大 嘴皮子到底 我这能言善变 你放开我 你这个冷血无穷的家伙 倒金币室我就会放开你 我不能被关金币呀 我哥天使说还没换回来呢 妈咪 救我 等等他们往我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要不拿食肠心理了 不要给我金币呀 我怕黑 你不要帮我金币呀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放开我 你这个冷血无错家伙 瞧西宝 奇怪 怎么好像听到了西宝宝的声音啊 不是幻听 确实有孩子在哭 宝贝 跟妈妈一起去那边看看好不好 走 好 你给我在里面好好反思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再出来 怎么了 没事 孩子都被你关起来 你还说没事 这声音分明就是西宝宝呀 安静点 齐先生 本来这是你的家事 我不应该管 但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这样胡乱发脾气 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灵阴影 他长大后也会缺乏安全感的 宝贤 不要这样对孩子 你只是孩子的父亲 不是掌控者 你没有资格这样做的 妈咪说的好 如果这点小事都能伤到他的话 他也不配做我秦玉成的儿子 你简直不可理悦 他如果出生在普通家庭 我也愿意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 但他出生在秦家 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他不能犯错 因为任何一件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 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抱歉 我没有办法认同你的观点 你小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了 你应该知道经历这种事情 有多么的孤独和痛苦 你想让你亲生儿子也经历同样的事情了 你想让他成为下一个你吗 秦玉成 秦叔叔 能让我进去跟小子道个别吗 我今天跟小子玩的很开心 能走前我想跟他道个别 可以啊 西宝宝我回来了 别哭啦 谁说我哭 我那是庄物好不好 好啦 换回来吧 王阿姨的头发我已经取到了 我在香山鼠部方便外出 只能麻烦你去做DNA检测了 不会 我和丹木娃 还有多少没事 我不懂 你就假扮成我和妈咪一起走吧 一个月 不 疫症以后 我们再结婚 你别开玩笑了 你闯了这么大的火 你继续留在香山府的话 父亲会去罚死你的 那我走了 大梦王就不烦你了吗 没关系 我早就习惯了 那不行 妈妈说了 一人早晚一人当 怎么能让你替我闭锅呢 而且 我也不懂那个什么NBA检测 陪你去测版 这一把都是父亲的头发吗 也太狠了吧 你真的要留在香山府吗 我父亲很凶的 你受得了吗 我 我也很凶的 你也刚才先 大梦王他什么受不了 我 男子汉大豆腐 别这么摸我 你哥哥的话 就这么定 好吧 阿兵 小丁还是恐怕 但是他最大的改变就是 你及时害 这帮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怎么都喜欢 大半夜的找事 就不能早点来吗 小石曼出来 赶快出来 小石曼 这么半天才开门 给谁摆架子呢 不好意思 我家实在是太大了 三层五百多片 太大了 实在是太大 你们可能理解不了我的痛苦 毕竟 你们住的是江云区最小的秘书 所以你们不明白 你嚣张什么呀 这又不是你的房子 这是人乔瑟林医生的房子 那只不过就是给人开房子而已 有脸在这跟我装 不要脸 雅有可无心 你可不介意啊 有可无心 你猜我姓 小石曼 你说我是管家 那你们住的连管家都不 这一大把年纪活成这个 真是可悲 啊 师妈 太过分了啊 你还想打我 你一个一米八的大 居然对决斗手 你可真有脸 师妈 我们是来给你送照片的 你赶紧把他放了 不然的话我就把照片撕掉 照片呢 照片给你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乔瑟林医生 行 你是不是当我跟你一样出 你随便拿一张照片就叫我 你发什么疯了 我跟着就真是照片 你少给我走 学过行程 照片是不是 我记你就能看 有一个停车 小师妹 杀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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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报警了 我真的要报警了啊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到底做了什么 啊 我劝你别摆这个鞋 是你跑不了 好妹妹 好妹妹 我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是嫉妒你 所以才会针对你的 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妹妹 你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象的伤害你啊 是他 他逼我的 他让我帮他追求你设计你 我也是一时迷了心窍 才会那么做的 你闭嘴 是你指示我做这些 现在你却反应我是主谋 为你做这个题 你这么说对得起我吗 你胡说什么呀 曼儿可是我的亲妹妹 我怎么可能联合一个外人 去伤害我的亲妹妹呢 明明就是你 你看中了我们乔家的财产 你想谋财害妙 曼儿 你相信我 是他指示我做的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好了够了 你们两个也这么 就不要脏了 你们 给我有多远 别再让我看 否则 下一次身上可却没有这些事 滚 玉晨 小子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他吧 检讨起了吗 大哥 现在都已经十点钟了 他还没吃晚饭呢 何况 吃饱了饭才有力气血腱 不是吗 我看还是饿得轻了 你这样胡乱发脾气 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灵力 他长大后也会缺乏安全感 你想让他成为下一个你吗 秦玉晨 大摩 你来干什么 又想要写检讨吗 亚可沙 不过如 你有什么手段 你应该吃 我要是动一下眉毛 我叫你爸爸 你本来就得叫我爸爸 哎呀 疼死了 吃吧 就这 给你吃就不错了 你还挑上了 爱吃不吃不吃拉倒 呸呸呸 大猫给的食物 难吃死了 这么难吃的面 也不得做点 知道为什么关你金币吗 没有 关你金币不是因为你用水枪射我了 而是因为你到处乱跑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别有用心的人把你抓走了怎么办 整天冒冒失失的 做事从不考虑后果 这才是我关你金币的原因 无论你是乔西平 还是秦希泽 爸爸都希望你能平安长大 所有规矩你都可以不遵守 但是唯一一条必须遵守的是 永远不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 听明白了吗 今天那大猫王怎么有点不太一样 妈咪我可以去医院参观一下吗 你去医院干什么呀 当吉祥我呀 我昨晚看鸭鸭超人动画片 里面有个鸭鸭医生特别帅 所以我想去医院参观一下 进来也做一个伟大的医生 太好了 西宝宝 你终于对医学产生兴趣了 妈咪太开心了 咱们家祖上可都是神医啊 妈咪也是学医的 所以自然就希望你能够继承下去 走走走 妈咪带你去圣彼的医院参观参观 让你见识一下医生有多伟大 好 走 西宝宝看到里面的小姐姐了吗 她患有先听心脏病啊 正常人的心跳呢会一直跳 若是小姐姐心脏生病了 就没有力气再跳了 妈咪告诉过你 心脏不跳了会怎么样啊 会死 没错 所以呢 医生就发明了一种机器 可以让小姐姐的心脏持续地跳动 这就是医生拯救生命 上帝也许创造了生命 但是能拯救生命的就只有医生 哇 医生好厉害 不错 会让我已经跳过去 好 等一下 薛宝宝 你先去妈咪的办公室 等一下妈咪好不好 嗯 好的 妈咪 我会很快的 你去吧 嗯 抽屉里有零食 饿了你就自己吃吧 去吧 儿子 小姐 简然科怎么走 这是谁家的宝宝 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呀 是不是跟妈妈走散了 我妈妈在检验科 姐姐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不用了 姐姐告诉我检验科就行了 我自己会等 检验科很远的 你走不到 一会儿一会儿就该累了 还是让阿姨抱你去吧 这个阿姨好贵哦 真的不用了 累了我就谢谢 好吧 这边第二个门 喂 喂 师娅 你说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 乔士曼会在秦家的时装展上卖药 真没想到 这么不合情理的要求 她都能答应你才 是呀 你说秦玉成会因为这件事情讨厌她 我才这么做的 你到处可一定得帮我 放心吧 乔士曼坑了咱们那么多次 我是不会让她有好果子吃的 谢谢女人 谢谢女人 这次你就等不出球吧 哎 小朋友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要做私底DNA检测 这是头发 你父母呢 胀肝和检测结果一并接到相声 这 您 您是情节人吗 不该你知道的别多问 是是是 啊 西宝宝 你怎么在这啊 妈咪 我在接你啊 少来 我都没告诉你我在哪儿你接什么接啊 是不是自己觉得无聊都会跑出来 小鬼蛋我就得把你锁在办公室的 乔医生这是你儿子吗 好可爱呀 眼睛好大皮肤好白呀 我可以抱抱他吗 当然可以 我儿子不仅喜欢被抱抱他吗 我可以捏他小脸 小脸 小脸特别Q弹呢 家财赶不过乱跑啦 妈咪我错了 我今次也不敢乱跑了 妈咪够 只想保佑 你已经要让我们是母子了 火银不讲武德 之前明明答应你掉我去这药布 结果反悔 故意掉呢 让我去秦家时装秀卖什么药 卖到一万份才同意 推销一万份药 难度系数本来就很高了 这时装秀还是在秦家办的 在这么有知名度的时装秀上卖药 是个人都觉得我脑子有病吧 素素 你人卖狗 下周秦家时装展 你能不能给我要一个摊位啊 卖衣服 哦 不 是霍音那个疯婆子 要我卖药 你直接去找秦明厂啊 他连药厂都能给你买下来 我才不找他帮忙了 我帮忙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 妈咪 你为什么不找秦叔叔妈妈 秦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怎么突然叫他叔叔了 你忘了他绑架你的时候 不许改口 继续叫大漠啊 嗯 完了 妈咪好像很讨厌爸爸的样子 不行 我一定要让妈咪 扭转对爸爸的形象 秦叔叔您好 我是乔西宝 我妈咪要在秦家下周的时装展上卖药 可以帮我妈咪 我妈咪要在秦家下周的时装展上卖药 你可以帮我妈咪申请一个吗 你说你是乔西宝 你妈咪是谁 奇怪 难道这世上有两个兄弟们 我妈咪是乔西宝 我们昨天见过面了 叔叔您还记得 我们昨天还一起玩了水枪大战呢 什么 他居然是乔西宝的儿子 乔西宝 也叫乔西宝 这难道是巧合 好我知道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 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 曼曼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做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 他是不是叫乔西宝 秦宜辰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想打我儿子出 我告诉你 你要是感动西宝宝一根寒马 乔西宝儿子的小名 居然也叫乔西宝宝 我就算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也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你误会了 呃 是这样的 昨天呢小泽跟乔西宝宝玩得很开心 所以呢他想 再问一下 什么时候让乔西宝宝过来再陪他玩一次 名字呢也是替小泽问的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上个月二十一号 为什么你让林紫霄绑走了我家乔西宝宝 什么 最近是我毫不知情 我绝不可能派人绑架你的孩子 不承认是吧 行你给我等着 还真是子宝 这家伙搞什么 能 好好看看 视频里的人是不是你的手下林紫霄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看这样好不好 明天我带林紫霄去你家 你把西宝宝叫出来 咱们四个人好好聊一下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联系 对了 你是不是想在秦家的时装展上卖药 你怎么知道 你的是我全部知道 在时装展上卖药 你怕不是来砸场子的 除了我没有人会同意 所以 曼曼 你想好了吗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时装展结束之后 你来找我 我倒要看他 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舅爷您怎么来了 这个位置给我留着 反正我的人会过来 不管他卖什么都召唤 一个字也不数万 没问题没问题 我这里去办 我 舅爷 这个位子 是给乔小姐准备的吧 必须 不是 你现在觉得会做什么 你拿着一个 你拿着一下 是 就会好的 再拿着一个 其要 是我呀 Istar 时装一卖马上就要开始了 拜托我来请你的小雅问啊 要不要用车来接你啊 不用 我喜欢自己开车 那好吧 那你一定要准时哦 不过我会晚一点 我的药品改造还没有完成 在时装秀开始之前 我会准时到达 克里斯汀大师怎么说 需要我们去开车接他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他自己开车来 我以为像他这样的隐士 会不喜欢开车呢 哈哈大错特错了 啊他是不会拒绝现代文明的隐士 相反啊 他自由野性才华和义 可以这么说吧 他呀可是长翅膀 尸子什么也别说不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都很想认识他了 马上你就能见到他了 而且我有预感 你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 我当然会和克里斯汀 成为好朋友了 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会顺着他的意思 让他喜欢 继续把外面的搬进来 你在干什么 这里可是克里斯汀大师的位置 岂是什么人都能站的 没听见我说的吗 这里是克里斯汀大师的位置 不是什么垃圾都能站的 凳什么凳啊 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趁我还没让保安赶你之前 赶紧滚 你说什么 我让你紧紧 贱人 你们还在干什么 还不给我上 谁敢动手 陈哥哥 我跟你说 是乔士曼他先动的手 刚才是要让我过来 看克里斯汀大师的位置 结果他就把人家位置给占了 我礼貌的劝说他 他还不听 然后他还打我 你看我脸都被打中了 真打了吗 真打了 打就打了嘛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问我为什么打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 秦玉成 你别太偏心了 你不但不替我主持公道 你还偏心这个 没有素质的暴力狂 来人 给我把小师汀脱过来 怎么还不动啊 快把地上这一摊收拾掉 不然一会儿克里斯汀大师来了 怎么办 慢着 谁踹的谁捡 你 你站着克里斯汀大师的位置 你还有理了 就不解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够了 这是秦家的时装会场 不是你获得在大门口 想闹回里获得在闹 小公哥 我我只是气坏了 谁呀 你可断来了 他刚才 站了克里斯汀大师的位置 他还打我 你看 我脸都被他扇肿了 你挨打了 嗯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挨挨这两巴掌 克里斯汀大师的位置都敢站 你好狂啊 这是我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我 就让我自己解决 那我先走了 但你要记住 我永远是你的口善 这本来就是我的位置 不可救药 朱颜现在走了 我看谁还能护着 来人 把他抓起来 给他赏二十个耳光 你确定要这样对我 没错 你如果不滚 我就把你扔出去 这号子是你车的 依斯汀 克里斯汀 好久见 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再漂亮了 哪有你漂亮 我的名字 依斯汀 你刚才叫乔什曼什么 克里斯汀 她就是传奇设计师 时尚女王 克里斯汀大师 这一次参加一卖的 所有的衣服 都是她亲手设计的 克里斯汀 这个呢 就是我跟你提到的小雅 我想你们会喜欢彼此的 喜欢才不上 人家让我滚呢 什么 老师呀 这怎么回事 是你求我邀请克里斯汀 来参加这一次 时装一卖 但是你 就让人家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伊斯汀 不是这样的 你误会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是克里斯汀大师了 你也没问我 喂 顾女 时装展现场是我已经知道的 这对咱们是很重要的机会 无论如何 你必须要让他顺利进行下 做不到 我们就分道扬镳 等一下 瞧 克里斯汀大师 请您等一下 刚才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 我向您道歉 对不起 这一些都是我的错 请您不要因为我个人的错而离开 您怎么罚我怎么骂我都可以 只要您不要离开 不要放弃这次的一卖会 学会低头了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如果你真心向我道歉 我可以但是我也不是软柿子 我走南闯北这么多 从来没有人敢把我的作品 从我的桌子上踹下去 完了还要让我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 太羞辱人了 克里斯汀 我们走 这种垃圾般的时装衣卖会 我们不参加也罢 等一下 只要你能留下来 你可以提任何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要获英 把地上每一个碎锅 每一粒都不捡起 一个碎碎都不一 这次就算你帮忙 上次绑架的事 我跟韩老爷子说 算了 老爷们都好 我在华国最好的餐厅 真修得定的位置 明晚我做的 就当做 给你带来的不是 跟不合心意的人一起晚餐 就算是饕餐盛宴 我也觉得短位 别牵怒啊 真修格的美食 还是值得一场 明天初五 我带你去 如果跟你一起去 我想我会多吃几碗 毕竟秀色可餐嘛 不像某些人 你怎么 乔什曼什么时候上飞机 回机 什么回机 妈咪上飞机干什么 九点钟 还有一个小时 乔乔姐姐要带着儿子 回国外了 你说什么 妈咪要回美国 妈咪 谁是你妈咪 不不不 不是我妈咪 是西爸爸的妈咪 我太激动了 嘴巴一块 就把西爸爸放手掂了 西爸爸爸爸妈咪 为什么要回国呀 西爸爸也要跟他妈咪 和西爸爸 那当然了 西宝宝可是乔什曼的 亲生儿子 肯定要跟他妈妈 回美国的呀 嗯 秦西泽这个大骗子 明明说好了 一周后就换回来 我要去鸡场 咱们我和我们去鸡场 你叫我什么 爸比 你就带我去鸡场了 我想说服西宝宝和乔 阿姨 爸比 爸比 去鸡场吧 鸡场去鸡场 好好好 你好好吃饭 我就送你去鸡场好不好 九爷 这位就是小少爷吗 跟你长得真像 谁说我跟他长得像了 我长得那么忙 他长得那么凶 我们难以像了 这就是乔什麦的包间吗 是的九爷 来 请工作 不 我没有同学的意思 帮我订隔壁的包间 好的明白 所以妈咪 跟着就没法帮回美国 这一切 就是大魔王的危机 这一切大魔王 真的是太坏 目前敏锐的可怕 这是什么 几乎没有人能骗的 你能骗他这么久了 算是很厉害的吧 我也没有那么厉害吧 大魔王 都以为你精神分裂 还总叫我副属人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副属人 是个什麽特别东西 老公主 确实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目前可能误以为我也遗传了吧 那是大魔王家的疾病 你才不会遗传了 你是我们乔家的人 我们乔家基因可好啊 什么病都没有 还特别聪明 呵呵 等 给人家检测 结果不良的会说这些吧 不定我父亲也是你父亲 我才不要大魔王 当你父亲了 那你想让谁的 不要一样臭人 父亲 吃饭而已 不用那么聚谨 跟你想 你灵叔叔给我拿了一封信 圣彼得医院检测科技来的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网上不都说七天才会出来吗 那应该是寄给我 我前段时间自觉了生物学 对DNA检测很感兴趣 就张伯给我收集了四组头发 送去圣彼得医院 做了DNA检测 真不错 双方菜里其他有一个 完美的继承了我和妈妈的智商 至于乔西宝 靠脸之法的 谁的头发 佣人们 父亲 请把线方给我 这只是一个无聊的小实验 不应该占用您的宝贝时间 佣人们的 我可不记得我们乡山府 过了四个有血缘关系的佣人 有血缘关系 有血缘关系 送手 佣人们的检测报告你急什么 想做试验 我可以给你买台测DNA的机器 至于这份完全不准的垃圾报告 不看了 没有 我说谎了 不是佣人们的 这个是我和乔姨 和你和乔西宝的头发 不要找你 不许哭 我想交一次我的妈妈 别哭了别哭了 好好好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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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小阿姨这都是我的妈咪 我有妈咪了 怎么又哭了 林子骁 想想办法 废物 管我那么信任 刚才发生了什么 父亲 我先亲了一下 不不不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父亲最讨厌亲密接触了 您抱短手 更别说亲我了 父亲 是不是这么闲了 好像不 烫 但是还是让林叔叔给您拿点药吧 别得了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你妈 去厕所洗把脸 把眼泪擦干 哭哭啼啼的 笑什么话 我没有去找妈咪 父亲 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 妈咪那么完美 不应该说这一个更华丽 更汪汪的场面吗 万一妈咪嫌弃我们怎么办 父亲 我再去找点敏感 这六岁大的小屁孩 居然比我还会凉 玉成 我觉得小泽说的有道理 在乔小姐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抛弃妻子的大渣男 你要是把真相告诉他 恐怕他非但不会接受 还会把小泽接走 那到时候 你就只剩下一个人 孤苦伶仃 无中了 你跟我玩成语接龙呢 别生气 别生气 你孩子都爱浪漫 那当然需要有 熟光晚餐 鲜花美酒 钻石戒指 好 抓紧找人去办 不 你亲自去办 好 对了 七年前的幕后凶手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把他们抓起来 我亲自审问 哈希宝 我需要你 再和我 不换下身份 为什么还要再换 大猫王都已经知道 我们长得一模一样了 再换也骗不了他了 可是乔阿姨还不知道啊 那我们告诉妈咪不就好了 不行 绝对不能告诉乔阿姨 为什么呀 你难道不喜欢妈咪吗 妈咪那么温柔美丽 哼 你觉得的大猫王 好一万倍 你为什么不喜欢妈咪 不 我很喜欢乔阿姨的 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喜欢 才这样小心翼翼 什么跟什么呀 你都把我绕晕了 事情还有很多疑点 如果我真是乔阿姨的孩子 为什么乔阿姨在江山府 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没有认出我来 却把我当成了你 小阿姨好像不知道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我都甚至不敢确定 小阿姨要不要我 他没认住你 一定是有原因的 说不定是大猫王骗了他 总之一切都是大猫王的错 我知道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所以我才要跟你护华身份查清楚这个原因 然后就跟妈咪相认 哦 听起来好刺激 加我一个 那咱们就换衣服吧 放心 这次很快就换回来 我保证不超过三天 衣服换来换去好麻烦呀 那我们以后能不能穿一样的衣服 好主意 不是我说你弟弟 你的衣服都太丑了 丑得我都没眼看 要不全黑 要不全白 要不灰不垃圾 动画片里只有反派才这样穿 我们作为鸭鸭骑士 叫这小黄鸭的衣服 你回519号房间吧 我就不跟你一起回去了 我在门后等妈咪就行了 那好吧 那你记得 要跟我换回来哦 你可不能独占妈咪 你放心 三天最多三天 你要干什么 你赶紧放开我 告诉你 我可是乔西班的亲姐姐 对对 再瞎人了 往上就拽 九妍 九妍 你的手下好凶啊 他把人的手子给你脱皱了 你还把我绑在椅子上 绑得好紧 你家勒得好疼 闭嘴 听着 我问你 你再打 没到你说话的时候 你多说一个字 我就让人嚼你嘴舌头 七年前 你和乔西班订了婚 你和乔西班订了婚 三个月后 他怀了身孕 乔西班的孩子 是你的 不 不信你 因为我和他最亲密的决定 就是牵手拥抱 牵手拥抱 你这种垃圾 也配包漫漫 牵他的手 在哪 他就死了 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我也不知道孩子 都是乔西班订了 他把乔西班订给乔西班订了 服务员给乔西班订了 我把他送进酒店房间 我就直接走了 你胡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 酒爷你千万不要 好吵 吵得我头都疼了 令子乔 让他给我闭嘴 是 酒爷不要啊 酒爷你千万不要 他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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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是实的真相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如果我哭了 你就再也没办法知道真相了 给你三分钟时间 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给乔西班下药的 确实是我 但是 拍卖乔西班第一次的 确实是启目语 还可以网上的账号 而且 我拍卖乔西班的第一次 你都可以查到的 交易机会和信息都在上面 你需要脱步 你是不是以我的脚步 就让人主船黑网脚 我 你少忘了我身上不当准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我一个姑娘做 光大知道不能黑网啊 全是你 简直快透了 难怪万人又把你打一肺 远了七年前 原下妈妈第一次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我 当时我应该是人格分离 身体长为另一个人格证据 所以毫无记忆 不对 我以前就算人格转换 也不会一点记忆都没有 但是自从呼应给我治疗后 我就开始逐渐失忆 而且痛得越来越厉害 难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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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 是不是 你犯了 我这是联系 快找你 不必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找火焰 我要找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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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敬业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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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会儿 回来 嗯 妈咪真是太可爱了 你好 小小姐 我是林子肖 不好意思她早上打扰你 九云现在晕倒了 她不让我临时货架 我只能找您求助了 秦云生出了什么事 九云她晕倒了 小小姐 您是脑科专家 你一定有办法救救九云的 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 以后秦云全办理 你就立刻打电话给我 偏头伞手泪有狠毒 有些疼得甚至能老窒息 老窒息 老窒息 那不就 我现在开车去香山 秦云生在哪 带我去见他 九云正在卧室 少男你跟我来 我带你过去 完蛋 一时口快 直接脱口而出 喊出了少奶奶 少奶奶没反驳 看来她也是注意九云的 快 拿新的名单 只要是什么叫我拿你们新的 你拿他们新的朋友 他们有谁医生 这是九云的最亲 最亲谢谢你们给你 不看 多不及阿姐 让他们先自己 快走 买小横了 心不宁 他似乎有很重的心事 你有秦云成 最新的脑部ZT扫描和你 有 果然 你看出什么了 精神是不是患于精神分裂症 我这都能看得出来 难怪一成心 以后全神在饭店 千万不要再联系不一样 他的那套针法有问题 精神分裂症 根本就不会引起到她 霍英的那套针法 治标不治本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还会使病情更严重 是谁教她的 听她说 她一起和乔世雅出去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高人 世外高人 她不是赤脚医生吧 不过霍英很喜欢秦云成 应该不会贵害她 她应该是被人利用 难道是秦沐鱼 她那个废物 她是没这个胆子 好了 这件事情 等秦医生醒了再说 反正你记住 以后千万不要再少 婚姻给她针灸 她的那套针法 在古代可就是酷刑 妈妈 你怎么来了 来救你的狗命啊 乔瑟琳 乔瑟琳 不是不宜请家人吗 我是不救请家人 但你不算人吗 不算人算什么 性感宝贝开心果吗 你还是好好养病吧 我告诉你啊 我行医这么多年 从未失败 你要是敢让我破裂 我打不死你了 那你可得好好治我 我可是很脆弱的 你得时时刻刻守在我身边 搬到香山府跟我一起住 否则 我随时有可能会注意爱 成为你的人生当中 唯一美能救治成功的失败品 我都听到了些什么 我的耳朵不干净了 我的耳朵不干净了 脆弱 我看你现在精神的虎 挨我两全都可以啊 挨你两全 就搬到香山府来住吗 想的美 我才不敢 可我这拼头疼 随时有可能不怕 你这跑来跑去的也不方便 而且你也说了 我的情况很严重 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了 你的医德呢 好吧 我可以暂时搬过来一段时间 等你病情稳定了 我再搬走了 真的 真的 不然呢 我告诉你啊 既然我选择医了你 我就会负责到底 这就是我的医德 药房我已经开好了 一天一次 小火熬五个小时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让子肖送一下你吧 顺便帮你搬一下家 马上解决 保存两小时内 入住香山府 我是答应了你要搬进来 但是我又没说 立刻就要搬进来了 具体情况 我还在跟西宝宝商量 要是西宝宝不同意 搬家的事情 你就别想了 我倒是觉得 我跟西宝宝挺投缘的 说不定他会很期待 搬到香山府来住 西宝宝都叫你大魔王了 你还觉得你俩挺投缘 秦宝 你是不是没什么正常朋友 我正常 行了 别胡了 都快中午了 我还得赶回去 给小家伙做饭 你记得按时吃药 好好养病啊 我先走了 没什么事干的话 就去查一下霍宝那个蠢货 到底为什么害我 如果不是秦牧宝 那是你父亲 他一直偏心秦宝 想让他上位 对了 乔士曼的两个双胞胎儿子 你打算怎么处理 七年前的事 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我猜测 我跟曼曼都是被人算计了 算计我的人 绝非等心之辈 只可惜我的记忆 被霍宝的阵法压制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 林子霄 曼曼的事 你不用操心了 我亲自上阵 谢谢宝宝 你好香啊 像笨笨奶 非不等 别在这儿了 我自己一直这么待吧 好 真乖 之前 妈妈带你去圣彼得医院 你要记得那个生病的小姐姐吗 记得 那些生病的小朋友啊 都非常可怜 不仅是小朋友 就连大人也十分可怜 他们会很疼很疼 比喜宝宝关门夹到手 还要疼 你关门都能夹到手 你太笨了吧 妈妈身为医生啊 职责呢 就是医治这些病人 让他们变得跟正常人一样 喜宝宝 你支持妈妈的工作吗 支持 就算是救你不喜欢人也支持 支持 只要妈咪的决定 我都百分之百支持 真是妈妈的好宝宝 既然 你百分百的支持妈妈的工作 那明天 跟妈妈搬去香山府好不好 大魔王她生病了 你去救救她 怎么可能 父亲那么强的 她怎么可能生病 妈咪 大魔王她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小问题很容易知道啊 妈咪 你一定要治好大魔王 喜宝宝为什么会哭 她不是很讨厌秦玉成吗 哎 喜宝宝 你别哭啊 虽然秦玉成的并不好治 但妈咪是神医 妈咪一定会治好她的 妈咪一定要治好大魔王 妈咪会的 现在可以告诉妈咪 刚才为什么哭了吗 因为我以前很讨厌大魔王 我就要让鸭之神祈祷 惩罚大魔王 妈咪 是不是因为我的祈祷 大魔王才生病的 当然不是 神明是好人啊 怎么会随便惩罚法人类啊 大魔王生病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 跟你没有关系 好的妈咪 喜宝宝真乖 爸爸 少奶奶我们来给您搬家了 我不是说了不用去秦玉成帮忙 您用不用是一回事 我们来不来是一回事 九爷怎么可能让您自己一个人搬家呢 您带小少爷去咖啡厅做做 搬家的事就交给我吧 但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 不过你们来都来了 那让您空手玩过夜也不太好 这样吧 你们帮我搬细宝宝的房间 小孩子嘛 东西比较多 我的房间呢 就自己收拾了 好没问题 兄弟们搬家 你爸 我来你过来 你很快 请我来 我是可靠 我今天一并给你收拾了 没事都是顺手的事 你稍给我甩小聪明 是不是秦玉成给你吩咐的 这不是九爷怕您辛苦吗 我看他就是欠揍了 十分钟 我要你把我家恢复成原样 否则 秦玉成一定会被我打到 连他妈都不认识 打死他打死他 什么脏火累活 得罪的人的活都给我干 太不是东西 少奶奶 苏南什么呀 您的东西已经跟卡车去山山府了 算了 打你还不如打情侣 我向来说话算话 你家老板 定了 太好了 九爷终于娶到老婆了 一直不下车 是想等我把你抱进来吗 没错 你 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让你抱我下车了吧 不愧是你 谁让你不进我的饮食 擅自让你子肖把我家搬空 我告诉你 再有下次 就没有这么简单 可就是学的教训 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别生气了 你嘴上说道歉啊 但实际上表情看着还说 我下次还会这样 漫漫 我只是想让你跟宝宝住的更舒心一点 我想给你最好的 拉倒啊 你就是想把我家搬空 然后让我不再搬回去 但是我告诉你 只要我想 我现实都可以搬 家里没有你的东西 你肯定会住的不习惯呢 你来之前 我已经让佣人重新布置了一遍 走 去看看 哼 这椅子很舒服 比我原来那个还好 那当然 你之前那个椅子丑死了 又丑又难做 真不知道你怎么挑 我确实不会挑 所以才需要你啊 亲爱的 要不要把家重新装修一遍 我又不是你的老 为什么要给你装修了 听着 我过来是给你治病的 你我之间 这是医患关系 你少耍那些小信息 别想生气占给你 否则 我一定废了你 父亲 搬过来 我和西宝宝的事 肯定就瞒不了妈妈了 你准备好跟妈咪坎白了吗 嗯 今晚就坦白 小少爷 你爸让我带你去找潮西宝 然后聊聊计划 咱们走吧 不行 我要亲自检查各项准备 今晚的表白 绝不能出现任何插座 西宝宝 你看谁来了 妈咪 不好意思 我让你失望了 我不是你妈妈 我只是你哥哥 我才是哥哥 你是弟弟 季生你来了 那妈咪也来了吧 对了 我听大魔王说 妈咪要搬过来 跟大魔王一起住 这是真的还是这样的 真的 啊 妈咪为什么要搬过来跟大魔王一起住啊 小西宝 你应该知道 我父亲 也是你父亲 妈咪搬过来的话 不解释我 能拥有妈咪 还能拥有 父亲 单亲的我们 终于可以和爸爸妈咪一起生活了 难道你不想和爸爸妈咪一起生活吗 虽然大魔王很讨厌 但如果弟弟喜欢他的话 我可以勉强同意 他到我们的爸比 既然你同意了 我们就一起帮爸比追回妈咪吧 好 小小姐 这是九月今晚我给你准备的碗礼服 今晚 嗯 你先抱抱吧 我的眼光还不错吧 今晚是 到时候就知道了 叫你家的人 在后面见了个人工胡 我听说你喜欢谁 所以 不过还没完全见好 但是约会足够了 就为了吃顿饭 你就见个人工胡啊 不止 哦 那看来还有什么惊喜 让出来看看 没想到九月搞起浪漫了 还真有点 那当然 心动了吗 秦玉成 我第一次追女生 不接受否定的案 混蛋 什么叫你不接受否定的案啊 我就不成功能把我怎么样 喂 秦玉成你放我下来 那我就再表辈子 我让你放我下来 乖 别乱动 我让你放我下来 漫漫 好 漫漫 你到底在顾虑什么 如果是因为西宝宝的生负 那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我 秦玉成 你是不是收买我儿子啊 是我们的儿子 谁跟你变儿子 你说什么呢 确实不是一个 是两个 妈妈咪 你就答应跟妈咪在一起吗 妈咪超喜欢你的 虽然大魔王就有胸要 美我可爱 但是 看在地址的份上 妈妈你就接受它吧 不过妈咪 你必须保证 最嫌恨我 其次是地址 最后可以稍微 嫌恨一点大魔王哦 这小猫只这么点啊 不可以再多了 为什么有两个西宝宝 妈妈 你没看错 左边这个就是我的儿子秦西泽 跟西宝宝 是双胞胎 父亲 我的右边 大魔王你好肉哦 连我和弟都分不清 虽然我和弟长得一模一样 但明显我更酷 更帅 更高大威猛啊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儿子跟我儿子 是双胞胎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可能 我明明应该只有一个儿子 当时怀的确实是双胞胎 只不过因为大声的意外 生下来只有一个 可是 好孩子 奶妈妈这儿 北宝宝 娘 你还活着 谢谢 谢谢你还活着 妈咪还有我 不要有了弟弟就忘了宝宝 我会忘的 娘可能是我的大宝贝 你 是不是还忘了一个呀 西宝宝 北宝宝 一会儿 要捂住耳朵 闭上眼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 小孩子不能干的哟 哦 妈咪要抱着坏蛋了吗 弟弟 妈咪要抱着大坏蛋了 以后千万不要闭眼睛 因为妈咪 打人可帅了 不过耳朵可以捂一捂 因为坏蛋 才叫声音 特别吵 别吓坏 弟弟啊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你给我解释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事情很复杂 我也只了解到了冰山一角 曼曼 你放心 我会和你一起 把害我们和宝宝的罪魁祸首 揪出来 不需要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处理 用不着你插手 什么叫这是你的事 我也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我怀的我身的 你一点力没出 现在你还好意思跟我抢孩子吗 只要你愿意放弃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我一分钱抚养费都不要你 曼曼 你讲讲理好不好 我不讲理 你才不讲理吧 我怀胎时运 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 你还想白得两个宝宝 你想得太美了吧 事情根本不是你这样论的 那是怎么论的 论法令吗 好呀 我正好想查一下七年前 到底是谁联合起沐宇和乔施亚 给我下药 睡了我 然后不负责任的就跑了 七年前的事 我很抱歉 曼曼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补偿你 不用了 我以前不需要你 现在更不需要你 西宝不怎么办啊 妈妈爸爸吵得好厉害 这样下去别说一家团聚了 恐怕妈妈明天就带着你 抛下我和爸爸一起走了 不会的 妈咪只会怕去大妈妈 不会抛下我们养的 妈咪加油 保折大妈妈 爸爸支持你哦 西宝宝也闹了 我不会抛下父亲的 如果妈咪始终不肯接受父亲 我只能跟你和妈咪说再见了 为什么呀 你难道不喜欢妈咪吗 喜欢 特别喜欢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妈咪 那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们走 以为为爸爸呀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大魔王 那是让我伟大的压压牛士 西宝宝来种植把皮和妈咪给争吵吧 你有办法让爸爸妈妈不再吵架吗 当然有 看我的 哎呀 哎 西宝宝 刷到了吗 不刷头 没事啊 这可是睡觉 不愧是我儿子 总算是寝出点聪明劲了 爸别一个 好了不哭了啊 男子和大丈夫要坚强 来爸爸抱 我刚才说的话会不会太自私了 我可以没有秦宇宸 但两个宝宝还小 他们的成长还需要父爱 妈咪我也要 妈咪爸爸 妈咪爸爸呢 曼曼 这么早 怎么不都睡会儿 我决定了 要想缠成真相 首先就要找回你的记忆 明天是我师父生日 我正好 要带两个小孩 回去给他亲生 你跟我一起去 陪你回去 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我也不放心 你独自带他们出院门 但 这跟我找回记忆 有什么连接啊 我可以对你进行催眠 从而帮你找回记忆 可是我功力不够 我需要我师父协助 好 听你的 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哎 哎师父 哎呀 西宝宝 昨晚见过师父 小曼越来越漂亮了 师父你好 我是 你不用多说 我知道你是谁 怎么两个西宝宝 你好看师父 我是田医哥 是西宝宝 哥哥 我是哥哥 你才是弟弟 师父 秦云成的病 你已经知道了 你能帮帮他吗 臭小子 你不要误会 给你看病 因为我是医生 我并没有看好 你和曼尔的婚事 你的情况挺棘手 首先 我得让你回复记忆 再把混乱的记忆 像绿码线一样 我来帮你 是 我们合力 应该能帮他回复记忆 这个针法比较复杂 慢而注意 只压制人格 不压制记忆 好 我知道了 话说 你怎么看上这个病样子 我不是病 脑子有病 也是病 就你这情况 说你病样子有错吗 看着怀表 大火里 你推开了门 看到了什么 推开他 不用害怕 一切都会无事的 师父 已经催眠三个小时了 他怎么还不醒啊 你想知道的一切 很快就有答案了 嗯 慢慢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你不着急 安排说 买下你弟子的人 是另一个人格的我 知情我的记忆 被霍云的针法压制了 霍云你什么要害你 他不是喜欢你吗 这一切 都是秦母语 和我爸秦冤的阴谋 七年前 他们只是乔士雅陷害你 还绑架你妈妈 和花家交易 这一切都是为了吞并秦家 他们让回应治疗我 其实也是为了控制我 还想将你 从我的记忆里完全抹去 幸亏被你和陆师傅 及时之后 慢慢 对不起 这些年 你说苦了 有一句话 在我心里 已经排练了无数次了 但我认为 在真相大败之前 我没有资格告诉你 可今天 我终于可以开口了 曼曼 我爱你 将军 我又赢了 今晚妈妈还是和我睡 不可以 要把这妈咪好几天了 你 你肯定做病了 不然我怎么一直输 你自己记不如人 你怪谁啊 怪你 清不小 棋盘如战场 不分年纪的 张伯 抱索这两个讨战鬼 我招惹谁了 管我什么事 曼曼 我查到你母亲的下落了 真的 恢复记忆以后 我就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 我跟婚姻谈过几次 她终于交代了 你母亲的下落 秦玉成 谢谢你啊 慢慢 不许你跟我这么客气 而且 多亏了你 我还得谢谢你才是 那我们什么时候先离 现在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你们帮我恢复记忆 我才能够彻底摆脱束缚 记起他们曾做过的一切 所以 你去将这些年 他们犯罪的证据 交给了法律 没错 不仅是我 还有林子霄的功劳 至于我那个平衣父亲秦渊 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这一刻 我秦沐宇 以后的日子 将是惨不忍动 那婚姻呢 你还会担心你的情敌啊 放心 货家不会为难她的 她也会吸取这次的教训 不会再来纠缠我了 有了 妈妈 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 你说的是真的 谢宝宝 你还记得妈咪之前跟你说过 外婆被坏人绑走了吗 妈咪一直在想办法营救 现在 经过妈咪和爸爸的不幸努力 外婆终于被救回来了 真的吗 爸爸妈咪好厉害 现在 外婆就在外面 一会儿 我们一起去迎接她 一定要热心一点好不好 好 西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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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 他是西宝宝 妈妈让我来接你 你好呀西宝宝 外婆你好 我是西宝宝的哥哥秦西泽 您可以叫我小泽 也可以叫我贝宝宝 你好呀贝宝宝 妈 对不起你 这些年 让你受苦了 你这么别这么说 是女儿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找你 没想到 事情这么容易就结束了 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是啊 毕竟我们这一路走了那么长 走得那么艰难 不过好在事情解决了 我们以后也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 傻瓜 这世界上总会有恶心的人恶心的事 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必要害怕 不过总是很抱歉 没能让贝宝宝和西宝宝出生在更好的环境 不过我们以后会好好保护他们 绝对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妈你打鼻 还有我我一定会找我 嗯 我是哥哥你才是弟弟 抱抱 哈哈哈哈